你好,我是赖清德 中秋年假,又是家人好友,环聚的时刻 我衷心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平安愉快 在中秋节前夕,用鲜熟的国台语双声带向国人贺杰 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总统选举的副总统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希望他提出的国家续航工程计划 能带给年轻人希望,也能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他是以党主席的身份 那么,像我们全国所有的同胞 那么,致意说中秋节再过两三天就到了吧 那希望说在这个中秋佳节能够祝福 也是说大家团圆的日子 那么中秋的佳节能够和家平安,事事如意 那当然我们党主席赖清德,当然也是我们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他在祝贺池当中,那么也提到说 他最近有提出我们国家的希望工程 那这整个国家希望工程,就是说希望说能够那么给年轻人 那么减少压力,那么并且能够更加照顾一些弱势团体 然后也让我们那么台湾那么能够向前迈步,向前行 然后可以给国际上能够能见度更加的增加 此外,赖清德全国第一个总统立委联合竞选总部 预计11月11号在基隆成立 地点初步确定在校二路上的原三军总议院院子 希望由台湾头起跑,带领国家继续向前行 那竞选总部之前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是中央党部希望我们基隆市 因为是作为台湾头 那么在台湾头里面我们是要第一个来成立 我们赖清德及立法委员郑文婷的这一个竞选总部 那么联合竞选总部来成立 时间大概就在11月11号 那么地点将会在我们校二路 那么之前的三军总议院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会是非常的广 那么里面是非常的宽阔 大概就是从台湾头我们基隆市 第一个来成立竞选总部 针对近日蓝白河的传言士气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强调 赖清德竞选团队始终以一对一的竞选情况做准备 持续与各县市党籍立委参选人合作 一步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争取更多国人支持 达成2024总统胜选国会过半的选举总目标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